這次的南美秘魯行 我想最重要的追尋是很重要的 我喜歡的生物 那其中有一種叫做長疾大兜蟲 這次來到這邊最厲害的是 看 在這邊竟然有一本蟲有熟知的書籍 所以很厲害 它剛好有這一集 所有的牙種 當年所有的牙種都在上面 然後這一段包含蜜魯 這一段就是我們這次採集的重點叫做 Licky D dynasty Hercules Licky 還好還記得沒有肉氣 重點來了 在這裡我們去採集樹 真的樹上的採集 還有點燈來了 喔 Look 看到了沒有 超厲害的長疾大兜蟲 這一次有三公 然後幾母 我看 四母 母的很厲害 母的有三隻是驅光飛過來 就是我們點燈的時候驅光飛過來的 然後公的一隻是在樹上抓 兩隻驅光飛過來 所以 超級厲害 各位可以看到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一直以為說 欸這個好像跟Dicky長得不大一樣 因為Dicky 照理說 唉唷 差點就飛了 差點就飛走了 這飛走就完了 難得來這邊 然後可惡 它還噴尿 整個這邊噴的都是 好進去進去睡覺 裡面有放一些可以吃的東西 我們找一隻乖一點的來跟我們好好相處 好這隻最快的 喔 抓到兜頭人都知道 果然還是甘蔗最乖乖 有沒有 這個我在泰國採集五角兜的時候 他們採集到的五角兜也是塞一塊甘蔗給他 他們就乖乖包在上面都不會 就想這樣 為什麼 你把豆腰要吃 然後 等一下我應該要一根這邊的甘蔗來嘗試看看 總之非常的開心 然後母蟲也要讓大家看一下 總不能隨便拿個黑黑的東西在那邊 隨便講說它是長雞就長雞了吧 這拉鍊到底是 哪一國拉鍊 怎麼會弄成相反 喔來來來開了 這是非常厲害的一種官法 來一隻母蟲 喔喔手痛手痛 好心喔 好重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看看 長雞的母蟲出現了 超厲害 等一下我給公蟲 公蟲在這邊 叮喵 超厲害 南美採集長蟲 不是長蟲 長雞 你看我都開心 嗨到爆 等一下 走走走走走走 抱歉剛好 他要叫我會喔 哈哈哈哈 來你去拿你的 你去拿你的 啊要暫停嗎 沒關係不用暫停 繼續讓他錄 音樂剛好有音歌 鸚舞啦 兩賣 買賣 快點 鸚舞在樹上 不同的 只剩